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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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米在密封缸中逐步发酵 独特的生化反应产生了融合着米香的酸味 红酸是近些年才出现的酸汤新品种 这是一种能被看见的酸味 野生西红柿和辣椒 经过晾晒、搅拌和发酵 组合成了另一种酸 它不光在舌尖、在鼻端 还带来了美妙的视觉体验 经过酸汤的洗礼 鱼的腥味被去除 只剩下了原本的鲜味 西红柿、生姜和凯里产的木浆籽 又添加了一些来自植物的清香 它们一起融成了酸汤鱼的美味 在大西南苗族人的宴席上 和酸汤鱼一样大显身手的 还有苗王鱼 这苗王鱼到底是什么呢? 苗王鱼的做法跟酸汤鱼相近 也是一道苗家人用来款待 至亲家朋的上等佳肴 苗王鱼一般的制作方法 是用白菜、广菜、竹笋、血豆等 或其中一两种放入特制的酸汤鱼 然后再把仙鲤鱼放入锅中煮熟 这苗王鱼的名称很是霸气 据说它和苗族仙民中 一位部族首领有关联 苗王特别喜欢吃这道菜 因而得名苗王鱼 鱼肉熟透以后 把鱼捞出放进石盘中 踢去鱼骨 只踢去中间的大鱼骨 剩下的鱼头、鱼肉、鱼尾和小骨刺都一起捣烂 苗家人可一点都不担心小骨刺可能卡在喉咙里 接着要准备的是青辣椒 青辣椒进锅在木炭上烤熟搅拌以后 和鱼肉一起拌匀 再加配适量盐、葱花、蒜泥、花椒等调料 就做成了苗王鱼 今天各家各户不是煮酸汤鱼 就是苗王鱼 都是酸辣口味 苗族同胞真是无酸辣不欢 河北鸾州市鸾河的鱼类资源 也是你想象不到的丰美 家住老湛村的老王 这两天一直带着鱼鹰在鸾河里忙活 周末孩子们要回家吃饭 鸾河鲤鱼是老王家宴的重头戏 据传说 乾隆皇帝曾经在鸾河的偏梁厅钓过鱼 当他品尝过自己的收获后 当时就对鸾河鲤鱼的鲜美大加赞赏 于是就把鸾河鲤鱼定为了贡品 而民国鸾县制水产 对鸾河鲤鱼也有过明确的记载 在鸾县 鸾河鲤鱼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真羞佳肴 周末孩子们早早地来到了老王家 但老王却没顾得上和孙子孙女们多玩一会儿 就带着他的鱼鹰下河了 因为他的鸾河鲤鱼还没着落 所以他想再努力一下 在老王的呼和声中 鱼鹰纷纷钻入水中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 就在老王遗憾地以为 这次将空手而归的时候 水面突然翻腾了起来 鱼鹰终于取得了成绩 这下孩子们可有口福了 回到家 老王赶紧忙活了起来 炸河虾 红烧鲫鱼 酸辣嘎鱼 这都是老王的拿手菜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那道糖醋鲤鱼 这可是他的保留项目 将收拾好的鲤鱼入锅烹炸 有了多年的经验 老王对于火候的掌握非常精道 鱼出锅时绝对是外焦里嫩 接下来是糖醋汁的熬制 老王做的糖醋汁偏甜少酸 因为他一直固执地认为 甜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同以前一样 浇糖醋汁这道工序 一定要在饭桌上完成 因为每当这个时候 老王的心中总是很有成就感 不用问 这道糖醋鲤鱼依然最受欢迎 鱼肉的鲜美 唤起了曾经的记忆 还是那个味道 还是那种温馨 和河北鸾州一样 山东的腾州不仅有平原 山地还有湖区 多元的地貌 物产也多元 上旁就我 毗邻邻威山湖畔 鱼类资源更是十分富足 腾州大大小小的酒店餐桌上 鱼自然是一道少不了的主菜 马哥 忙着来 过来了过来了 带两条鱼啊 经营饭店的王书龙 要为家中的长辈 准备一桌全鱼宴过寿 他专程赶去威山湖 买最新鲜的四鼻孔鲤鱼 威山湖物产丰富 向来有日出抖金的说法 野生鱼类有78种之多 好 大家怎么样 别用 威山湖全鱼宴和香野之味不同 可以说是一桌平民国宴 自明末清初 吉祥有盛誉 做齐的话 总共有四五百道菜 运用炒 炸 蒸 烧 炖 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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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料理手法 在口味上活用五味搭配 呈现胡鲜的多层次口感 与深刻的鲜甜滋味 糖醋鲤鱼 是胡老最想吃的一道传统老菜 这道菜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食材必须用 威山湖四鼻孔鲤鱼 作为坐拥北方最大淡水湖的滕州人 胡仙在很大程度上 丰富了他们的美食经验 威山湖水产成为滕州人记忆中 最深刻的香味 一道糖醋鱼让老人开了怀 鱼在中国传统里象征着吉祥如意 这样一道美食也让家和万事兴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在滕州 善文化流传了两千多年 今天善理想 善理念 或许就在这一桌团圆的饭桌上 在宴席上的佳肴里 河南新鲜的鱼肉糕 也是利用当地特有的食材 初秋的一天 郑师傅要去附近的水库捕一条活鱼 这是一年之中鱼肉最肥美的时候 也只有用这种鱼才能做出地道的新鲜美食 鱼肉糕 郑师傅做鱼肉糕 不仅仅是为自己和家人 还是为了纪念已经去世的伯父郑维山 郑维山 1927年就参加革命 为厄玉晚苏区的发展壮大 立下过功勋 后来又转战各地 走过长征路 打过日本侵略者 也去过朝鲜战场 征战了一辈子 无论走到哪里 他最念念不忘的 还是家乡的鱼肉糕 在郑师傅的眼中 伯父是战功赫赫的将军 也是一个心系家乡的亲切长者 每次伯父返乡叹亲 郑师傅和妻子都会给他做鱼肉糕 将军去世之后 夫妻俩做鱼肉糕的习惯 却保留了下来 每到清明节前 郑师傅家里就要张罗着做一顿 原汁原味的鱼肉糕 丈夫负责找食材 妻子则负责长厨 他们使用传统的做法 叫的就是还原那个老滋味 鱼肉糕 有鱼也有肉 鱼必须是新鲜自产的水库活鱼 保证肉质厚实细嫩 鱼肉去刺剁成鱼绒 保留鱼的鲜美 同时去除腥味 肉必须是自家饲养的黑猪肉 最好选背部的肥镖 磨肉是个力气活 更是个技术活 需要厨师的好手艺 鱼绒和剁碎的猪肉 放在一起搅拌 鱼肉的鲜香和猪肉的滑嫩 慢慢融合在一起 这是一项费劲的工作 不过妻子一般不让郑师傅插手 只有她才能掌握好分寸 做出地道的滋味 放这些 可以了 在蒸汁前 还需要浇上鸡蛋黄 这是为了让糕更鲜嫩 看起来也更美味 要想让鱼和肉两种滋味 在糕中充分凝结 还需要加入当地产的红薯粉 然后继续搅拌 鱼肉糕上锅蒸 这时候柴火就显得尤为重要 鸡柴这样的力气活自然 最爱的滋味 两千年的时候 她在病危的时候 当时跟我男人都电话 她是想叫了 她是想吃叫的这个热泡 不管我能吃不能吃 这种坎一样也好 老将军几十年龙马生涯 在征战的路上 不知多少次思念家乡 和家乡的味道 也正是因为 那代革命者的牺牲与拼搏 后人们才能够在和平年代 悠然品味这里的美食 这样的滋味 也将永久沉淀在 新鲜的历史记忆里 时间来到九月 新疆大地处处展示出 初秋的收获景象 忙碌了大半年的人们 将在这一年的这个月 迎来各种各样的节日 9月3日 伊犁晚报社编辑部 蔡立鹏和同事们 正在进行今天报纸版面的 最后一次确认 蔡立鹏是伊犁晚报社 编辑部副主任 除了本职工作 她还热爱美食 喜欢摄影 经常背着照相机四处采风 最近一年 她在报社的微信平台上 开辟了美食专栏 将自己寻到的美食 与读者分享 采风结束后 蔡立鹏去采购家庭聚会的食材 在市场上 她很意外地买到了 刚刚上市的伊犁和鲤鱼 新鲜的伊犁和鲤鱼 去淋洗净后 背部划刀 撒盐 腌半小时以上 油锅烧热 放入腌好的鱼 两面煎至金黄后 捞出备用 葱段 姜丝 蒜瓣 和辣椒等配料 一起下锅 加生抽后炒香 加水 再将煎好的鱼 放入锅中 稳火慢炖 伊犁和所产鲤鱼 肉质细嫩 少有腥味 曾被清代大学士 纪小兰称赞为 其肉之鲜美 远在民谣 红羊炸之上 肥美鲜嫩的伊犁和鱼 在喜腊重口的新疆人手里 可谓鱼汤滋味浓厚 鱼肉香辣咸鲜 实为和鲜中的极品 晚饭后 按照老习惯 蔡立鹏又背着相机 来到伊犁河边 这里的夕阳 是他永远也拍不够的画面 初冬的浮海 即将进入禁渔期 一大早 巡湖员王军和弟弟王勇 就开船出发了 这将是他们今年的 最后一次进湖 浮海人王军 他不止在浮海 做了近三十年的渔工 最近这些年 还承担了巡湖员的工作 可以说 他像熟悉自己一样 熟悉这片水域 以及周边的一草一木 王军的弟弟王勇 作为一名资深摄影记者 他每年都会回家乡几趟 浮海一直是他相机 最重要的拍摄对象 现在 王勇趁着浮海 即将进入禁渔期 赶来拍一组 关于初冬的浮海的图片 哥哥王军成了他的模特 王军兄弟俩正在湖面驰骋的时候 他们的好朋友杨廷忠正在自家忙活 杨廷忠1998年下岗 福海丰富的鱼产和优美的湖区景色 启发了他 他探索了各种烤鱼的方法 开始在福海景区卖烤鱼 杨廷忠中做的烤鱼都要提前进行晾晒 把鱼剖开压平 撒一些盐和蒜蓉 简单腌渍一下就可以晾晒了 杨廷忠每年五月开始 在福海景区卖烤鱼 一直到十一黄金周结束 一个夏天能卖掉十吨鱼 所以每年冬天来临之前 他要抓紧时间晾晒足够的鱼干 王军兄弟俩和杨廷忠 从小一起长大 情感深厚 冬季来临 王军和杨廷忠都进入一年中最清闲的时候 趁着王勇要回家 三个人相约在福海边小聚一番 王军做鱼的手艺在福海小有名气 他将早上刚刚打上来的狗鱼带骨切块 用盐腌好 和很多地方的人追求原汁原味不同 新疆人在做鱼的时候仍然喜欢重口味 鱼肉炖熟之后 还要再放入大葱和辣椒提味 都是最普通的原料 也是最家常的做法 但福海狗鱼的肉质紧实细腻 鲜美无杂味 已是难得的美食 杨廷忠刚开始做烤鱼的时候 也像其他人那样直接用木头烤 火候不好控制影响口味 后来他改用松木的锯末做燃料 小火慢烤 不仅很好地保留了鲜嫩的肉质 还增添了松木特别的烟熏香味 由于坚持粘头长 烤制方法又很特别 杨廷忠的烤鱼品牌 不只在福海当地叫得响 引得很多人登门学艺 家里还买了真空包装机 杨廷忠的烤鱼 已经卖到了北京 广州 未经许多季 未经许多季 发表了波多 十分钟 比较统筹 各位 最后 来 跟 甚麽 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狗鱼去内脏后从中间剖开 下锅炸至金黄 再将新疆调味料中最常见的洋葱、青椒、孜然、辣子面等下锅炒香 浇在炸好的狗鱼上 这种做法既能有效去除鱼心 又符合新疆人的味觉喜好 卖完鱼的赖昆君来到陈子雄店里 他们既是老乡又是多年好友 经常在一起小聚 赖昆君给陈子雄带来了前一晚打到的白条鱼 这种小白条 学名贝加尔雅罗鱼 属于俄尔奇斯河水的上层鱼类 由于生长缓慢 成年鱼的体量也非常小 所以肉质特别鲜美 只需简单过油轻炸 就是一道佳肴 就这张红玉亲手腌制的四川泡菜 吃着刚打上来的鱼 用家乡话拉拉家常 兄弟俩这顿身在他乡的午餐 平添了一份家宴的温馨 塔里木河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 孕育着整个南疆的绿洲 十月 塔里木河开始渐渐进入枯水期 六十多岁的爱山爱买体 是塔里木河的渔民 已经捕了二十多年的鱼 每年的十月份开始 他和老伙计都要离开家 去到渔资源丰富的河流 待上三个月 冬天冰川融化慢 塔里木河的水量明显减少 这正是捕鱼收网的好时候 两天前 爱买体在这片河域布下了鱼网 为了多打到一些鱼 他在河边搭上了帐篷 等着今天收网后 明天让儿子拉到巴扎上 去卖个好价钱 这次的收成不错 爱买体力索地收盖着鱼群 分类归框 野外捕鱼的日子里 烤鱼是爱买体唯一的食物 红柳烤鱼 是世代居住在塔里木河边的人们 一种独特的烹饪方法 不需要吹炬 一个火堆和几只木凳 就可以摆开镇时烤鱼了 这种极特殊的烹饪方式 让人感到古老而新奇 正宗的红柳烤鱼 是一件耗费时间的细致活 除了生火的木头 一定要用沙漠生长的 枯湖羊木以外 穿鱼的签子 也得是沙漠新鲜的红柳汁 红柳是生长在戈壁滩上的一种植物 它耐贫瘠也耐严减 用红柳的树枝 削成木鲜来烤肉 是新疆的一道特色美食 在炭烤的过程中 新鲜的红柳会分泌出 粘稠的红柳汁液 在炭火的烤制下 不但可以分解掉肉类的腥味 还会把红柳树特有的香味 称为红柳烤鱼了 粗红的柳汁 一端沿着鱼脊肉穿过 另一端插在沙土里 用燃烧的枯湖羊 进行烘烤 湖羊木独有的木质香气 和红柳的清香 完美地与鱼肉的纤维 融合在了一起 让简单的烤鱼香味 也非常独特诱人 熏烤而成的烤鱼 更是肉质细腻爽滑 入口即化 爱买提在收获颇丰的同时 也享受着自然美食 带来的喜悦 尼勒克 新生命 新的希望 位于新疆西北部的尼勒克县 如同它的名字一样 拥有日照充足的自然风光 和充满活力的生态资源 这里的人们 依然用农木结合的生产方式 获取自然的馈赠 安享康阳美食 尼勒克县水资源丰富 其中清澈的喀什河干流 贯穿尼勒克县中部 全长302千米 不仅有巨大的水能蕴藏量 也为渔民们提供着 安身立命的丰富资源 刘满堂和刘东明是书指 他们在尼勒克 靠打鱼为生已经多年 芒大鼠已经打鱼四五十年 在这片水质清澈 但深达数百米 用温度极低的水域捕鱼 需要的不仅是耐心 更需要胆量 下午五点开始收网 能否达到入东来的最后寄望鱼 过个好年 就看今天了 拿不上来 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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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鱼来了 哎呀 这一点是一条大鱼 哎呀 晖得啊 哎呀 花脸呗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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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哈利文ок 再来条大的 哎呀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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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哎呀 这孩子 都十几公斤 二十来公斤 大伙子来家的小肉放掉 再长大一点再吃 好 吃过 下午吃鱼 收获颇丰的叔侄俩提着满满的喜悦 回去品尝美味 德国贵妃鱼刷上酱油 料酒后 迅速放入炭火上烤制 两面刷油 滋燃辣椒 让油和调料在鱼身上滋滋作响 焦溶尽透 红烧小白条 将热油倒入葱姜蒜 焖炖十五分钟 入味出锅 原汁原味 而营养丰富的口味 则用鸡蛋拌面粉后裹好 则用鸡蛋拌面粉后裹好 然后在热油中炸熟 外皮焦嫩 内里鲜美 因为纯野生 鱼肉无土腥味 又极致鲜嫩 入口细腻 最后一望鱼 今天再聚一聚啊 年有机会我们再相会 好 年复一年 鱼人们在江波上奔忙 封美的食材 家乡的手艺 变换出绝美风味 于是我心安处就有了家的鸡尾 不仅仅安抢出绝物 最后一会 最后一会 よろしく 再 elaborate 再来